中国富豪遍地开花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群体 在国内富豪日进抖金的时候 在国外的中国人也没闲着 要么说中国人会做生意 在国外的华人超级富豪 实力一点不输当地人 很多国家的首富也被中国人收入怀中 还有不少是富可敌国的实力 今天就来看看那些在国外给华人长脸的巨富们 当然,有些不一定是长脸 反而被国内网友喷得不轻 首先是加拿大的首富 加拿大首富为什么是华人呢 原因很简单 中国土豪特别喜欢移民加拿大 至于为什么喜欢加拿大 只有有钱人才感受得到了 中国移民加拿大最有名的人就是李嘉诚 但是李嘉诚在加拿大并不是最有钱的 也不是最有钱的华人 同样的也不是已经拿到加拿大国籍的蔡崇信 加拿大首富是一个叫赵长藤的大佬 祖籍中国江苏年少时移民加拿大 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 到鹏博社担任技术总监 计算机加上金融的基础 让赵长鹏进入了加密货币领域 其创办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这也让其迅速积累了650亿美元的身家 成为加拿大首富 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夫妇在海底捞上市的时候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新加坡首富 因为在海底捞上市之前 张勇就已经偷偷移民新加坡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海底捞开始令人方案 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张勇已经不是新加坡首富 目前的新加坡首富是李希廷 来自麦瑞医疗 坐拥176亿美元的财富 排在后面的是新加坡老牌富豪黄志祥 与黄志达兄弟 吴清亮 黄祖耀 郭氏兄弟 然后才是张勇 新加坡十大富豪里面9个是华人 不愧是讲普通话的国家 和张勇一样李希廷也是国内报复 然后移民新加坡的 其创立的深圳麦瑞生物医疗 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医疗设备提供商 你在医院里见到的很多昂贵的设备 可能就是麦瑞提供的 在这几年口罩环境的刺激下 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已经超过3600亿 使得的李希廷的财富 超过了黄志祥与黄志达兄弟 不过影响不大 因为李希廷常年都住在中国 还有一个国家的富豪也是以华人为主 菲律宾 施智成在世的时候 常年稳坐菲律宾首富的位置 这位百货大王还将商场开回了中国 著名的SM广场就是施智成家族的产业 施智成出生于福建泉州 12岁跟着父母移居到马尼拉 家里开着一间杂货店为生 在美国看到了零售业的繁荣 回到菲律宾进军百货行业 屈智市就是施智成和李嘉诚合作的 个人用品连锁品牌 马来西亚首富的东西 大部分中国人都用过 没吃过金龙鱼的大米 也吃过金龙鱼的瓶装油吧 金龙正是马来西亚首富 郭赫年家族的产业之一 这位食品业的巨富 早年靠面粉这堂起家 如今已经做到了私了 矿山 地产 酒店 金融 成为马来西亚当之无愧的巨富家族 香格里拉酒店也是郭家的产业 虽说是马来西亚起家 但是想要成为巨富 还是需要更大的市场 郭家现在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香港 无独有偶印尼首富也是华人 黄慧祥 黄慧忠兄弟 印尼的烟草大王 现在也是印尼的金融大王 这俩兄弟的财富 来源于其父亲黄维元 黄维元创办的真纪集团 是印尼丁香烟的第二大生产商 兄弟俩60年代就子成副业 后来最大的成就 是印尼最大的私有银行中亚银行 以及大量的房地产项目 印尼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并不差 所以兄弟俩的财富也是日益增长 现在已经有超过230亿美元的资产 泰国首富也是华人 一个最会卖饲料的男人 谢国明 祖籍潮汕出生在泰国 名下的郑大集团是卖饲料起家的 一年能卖掉50亿美元的饲料 现在除了农业还进军地产酒店 拥有50多家企业 是当之无愧的泰国首富 你还知道哪些在海外当巨富的中国人 欢迎留言分享